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寒冷海域 有一连串宝津风霜的岛屿 阿留申群岛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抵达 也最蛮荒的地方 除了14座大型火山岛屿 还有55座的小型岛屿 让我们跟着自然摄影师伊恩夏夫的脚步 来探索这个人烟罕至的未知之境 我们去到那位置 我们花了几分钟去探索 过去七十年来 这座火山喷发过17次 火火山会搅动矿物质引发连锁反应 让海洋里充满了各种营养的物质 也让这里成为北方最大的海狗聚落 这些海狗各个快头大又不好惹 我们即将目睹一场为了求偶而奋斗的战争 这只12岁的海狗已经是老司机了 年轻的单身汉会来挑战它 取得一席之地吸引五海狗 这两只海狗意气风发 左右摆头 互相瞪视 开始了这场打斗 江还是老的辣 年轻单身汉 见血 而且输了 老海狗画立了自己的地盘 整个繁殖剂 它得继续保护这个地盘 才能安心地建立自己的后宫 到了夏季尾声 小海狗出生了 新生的小海狗是黑色的 但经过三四个月后的蛻变 它们会换上棕色的毛皮 无论小海狗跑多远 母海狗总是可以在众多海狗之间 找到自己的小孩 但令而难过的是 有些小海狗会被粗心又庞大的公海狗给压死 这些公海狗只想着交配 而不是养育下一代 这群海狗规模惊人 但它们曾经瀕临灭绝 这代表在这座岛上设立保护区 确实有达到效果 而这些海狗最终会迁徙到其他海域 完成生生不息的循环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